占议第一加占言,加占言及摩赫占言,又称摩赫加占言啊,意义大减踢种难。 佛陀十大弟子之一,西印度阿潘提国人,其族性及出家归依佛陀之姻缘,有多种说法。 据佛本行集经纳罗陀出家品记载,他师弥侯时,据落大加占言婆罗门第二子,明纳罗陀。 出入国都悠缠耶尼城附近之贫陀山中,从外就阿斯陀先人学习费陀之教。 后阿斯陀见释迦牟尼出生时之相好庄严,预言将来必成佛陀,遂于命中一言,令其理事迦牟尼为师。 他出家后,从其本性称大加占言,勤行不屑,正得阿罗汉果。 加占言在佛陀的比丘弟子中,是论义第一。 真理不辨不明,他能用很巧妙的方法。 简短的言辞,把问难的人说得心悦诚服。 有一次加占言,在街上托波情话的时候,迎面走来一个婆罗门的修道士,向他发问道, 尊者,请问世间上差地利与差地利,婆罗门与婆罗门之间相争,是什么原因呢? 加占言回答说,是贪欲在蛊惑。 婆罗门修道士紧接着又问,婆罗门与婆罗门相争,差地利与差地利相争是为了贪欲,那么,尊者, 你们沙门与沙门相争,又是为了什么原因呢? 加占言果断地说,是我贱的执着。 婆罗门的修道士闭着眼睛响了一会,很满意加占言的回答, 但他又继续问道,尊者,那么,我再请教你, 那么世间上什么人才能离开贪欲于我? 那,加占言毫不犹豫地告诉婆罗门修道士,只有现在在设未成说法的佛陀, 他才是世上的因公,便知,无上正觉者,他没有贪欲的烦恼,没有我见的执着,是人天的师范。 婆罗门的修道士听了之后,很感激加占言,并请他介绍皈依佛陀, 作为在家学佛的优婆夫,还有一次,也是一位婆罗门的修道士, 他听说加占言论义第一的名声很大,就不服气, 从很遥远的地方特别敢来拜访,想用辩论的方式来难倒加占言, 所以一见面就发问责男说,听人说,本来是婆罗门的加占言, 现在做了沙门,不再败其诉的婆罗门,不起做相迎,也不予做, 我听了这么说,身不以为然。 所以特地,问你,假若真是这样,我想这不是正法,是不应该的。 加占言不慌不忙,胸有成竹的对造访者说, 你说的是事实,由婆罗门归一佛陀的加占言,不是就没有与你做吗? 当然也不再像婆罗门的其诉礼拜,这是很合乎法理的。 已经证得胜果的我,你不可以用年龄来估量, 假若一个八十或者九十的婆罗门,单欲爱,献贪嗔,年龄虽长,这又有什么用呢? 这位不服气的婆罗门羞道是羞愧地低下了头, 也接着放弃了邪剑,归依到佛陀的座下,请为弟子。 当时很多的外道,都在加占言巧妙的论义之下, 而改邪归正,接受了佛法的信仰。 佛典里还记载了一个很风趣的故事,就是加占言。 一个妇女卖贫穷,自己卖贫穷的故事。 故事说,有一次加占言在阿盘提国宣化佛法的途中, 遇到一位妇人手持水瓶,坐在河边提哭, 加占言看了后很不忍心,害怕她会为什么失忆的事, 想不开而投水自杀。 因此,就向前问道, 施主,是什么事使你伤心,在这里提哭呢? 告诉我吧,我是佛陀的弟子, 我愿意帮助你解除痛苦和烦恼。 妇人便放生地哭道, 你是不能帮助我解决困难的, 告诉你有什么用呢? 世间是不平等的,贫富如此的悬殊, 我是一个苦命的穷人,一生都是受苦, 我给贫穷的苦折磨得真不想活了。 加占言很同情地开始说, 请你不要伤心,世间上穷人很多。 不仅是你一个人。 同时,穷人并不一定是苦或不幸, 富人也不一定快乐。 你看那些拥有奴婢和田宅的富人, 他们仍然天天为贪欲烦恼受苦。 为人只要平安的生活就好, 贫穷有什么值得悲伤呢? 富人不耐烦地哭着说, 你是一位出家的沙门, 你能看得开事情而我不能。 你要知道, 我是一个大富人家的奴婢庸人, 穷年累月地做着苦意, 衣食不周,自由没有。 而我那黑心的主人, 千贪报恶, 没有丝毫慈心, 我们做事稍有差池, 打骂交加。 想到我们求生不能, 求死不得, 这些痛苦都是由于贫穷所致, 你想, 我怎么不悲伤我的命苦呢? 加占言说, 既然如此, 你不用悲伤, 我告, 你一个解脱贫困的好方法。 这个方法很简单, 你既然为贫穷受苦, 那你就把贫穷卖出去呀。 富人很惊奇, 贫穷可以出卖。 那么世间上不是没有穷人了吗? 有什么人肯买贫穷? 简直是笑话。 加占言肯定地说, 卖给我, 我买。 贫穷可以出卖, 只是世人不知道怎么卖而已。 你要知道, 人生的贫穷富贵各有因缘, 贫穷的人所以贫穷, 是因为他们前生签令而不肯不失。 因此, 修不失就是卖贫穷的最好方法。 富人听后智慧开朗, 从此明白了智富之道。 但他又苦着脸向加占言尊者问, 你的确说得不错, 我极其贫困, 一无所有, 连这只水瓶也是主人的, 我用什么不失呢? 加占言尊者将自己的波交给了富人说, 你持此波, 取一点净水师给我吧。 富人如交奉行, 欢喜踊跃。 加占言用论意, 感化了很多的人归一三宝, 奉行佛教。